欢迎来到我的家 哈喽大家 终于我的room tour 心里想了很久 但是一直没有付出行动的一期视频 这个是我公寓的门 进来以后呢 就是一个挺窄的一个过道 过道的这一侧 是两面还挺大的镜子 其实里面是一个储物空间 我在里面其实塞了一些 我常用的衣服和鞋柜 但因为这个地方实在是太乱了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跳过 然后这边这个推拉门打开以后 是我的一个洗衣机 还有烘干机 OK那我从我的走道走过来以后呢 就是我的核心活动的区域 在这个区域里面集合了 我的厨房 我的餐厅 办公区域 以及客厅 这边进来以后呢 就是我的一个小厨房 虽然我不是一个经常做饭的人 然后我一开始喜欢这个厨房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我觉得它有很多的储物的空间 适合我这种就是有很多杂物的人 这边这个格子呢 是开放式的 我放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比如说我的骨鸡品 因为放在比较显眼的地方 可以提醒自己 就是每天要吃嘛 所以这边我的各种维生素 这边放了一些我的杯子 然后还有一些我喜欢的果茶 因为我平常是一个很喜欢喝点茶的人 然后这个台面上放的是一些我特别常用的电器 这个必不可少的一个烧水壶 很喜欢这个马卡龙色的设计 然后这是一个蒸锅抹茶色 我觉得很漂亮 我是一个特别喜欢蒸东西吃的人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挺有用的 平常就是加水在这个里面 然后在这边调节时间 很快几分钟就可以蒸好你想吃的东西 特别适合上班族的学生 然后给大家介绍这个角落 这个也是个神器 是一个开水壶 它可以常年保湿一定的温度 这样的话你特别急着想要喝热水的时候 就不用等到那个热水壶烧开起来喝嘛 然后这个也是神器 加你神器太多了 空气炸锅 救了我的狗鸣 对我这种就是很不喜欢自己做饭的人来说 空气炸锅真的非常方便 然后这边我买了一个小小的架子 这个架子呢就是用来放调料的 因为我觉得如果把调料全部都铺开的话 会显得就是比较杂乱无章嘛 然后就到了这边 我在这边放了一幅画 因为我觉得特别能够让一天的心情都很好 就是每次做饭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个 其实我的这个厨房呢 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北美公寓里面会有的厨房 它里面所有的微波炉啊 烤炉啊还有冰箱都是自带的 所以其实搬进来的话 不需要自己再买一些特别额外的东西 我自己唯一买的就是几个小的电器 还有一些过往瓢盆 所以还算是蛮方便 然后这边是我的一个餐桌 是我在宜家买的 没有那么贵 就是差不多200家具左右吧 我还挺喜欢这个配色的是这种原木的色调 然后这边我放一束花 平常是没有这束花了 今天是完全为了录这个视频 强行去楼下买了一束浴晶箱放在家里面 会好看 我的桌子还有我的椅子 这个桌子是在亚马逊上买的 亚马逊真的是很多好物 它的这个桌子是可以升降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桌子都有点偏小了 因为我其实还有一个显示屏 我没有去取花以后 感觉这个桌子可能就有一点点放不下了 这边有一个小小的接线板 是圆形的就是没有很占空间 然后电脑一个鼻桶一个养药水 然后一个没有扔掉的垃圾 然后这边放着一些杂物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电脑 然后还有两个本子 然后这边还有我上次面试前准备的一些地址 小抄还在这个上面还没有取下来 然后这边有一幅很可爱的画 这幅画是我好朋友送给我的 他说这张画的这个照片和我有一次拍的照片很像 他就送给我了 我好喜欢 我就挂在这里了 这是我的客厅 这个客厅里面有一个电视 这个电视是三星的那个frame 我的天哪 这个电视买了才一周 这个电视屏幕就被人搞花了 我的疯了 然后这边说买的两个不是茶几的东西 但是并在一起 现在成为了我客厅的茶几 我当初刚刚搬进这个房子的时候 我想要看茶几 可是我看到的要么就太贵 要么就要等太久 然后我实在不想等 我觉得好像亚马逊还有宜家就是比较快 所以当时在亚马逊挑了这个 也是有一点点木头的元素的 还有这个 这是宜家的一个角凳 99加币 真的价格非常合适 然后把它并在一起 反而有一点点那种高低错落的层次感 所以我想说我不用那么贵的茶几了 我非常非常的满意 我的这个设计 你们觉得呢 alright 然后这边就是我的一个沙发 但是呢它的英文名不叫sofa 它其实叫love seat 因为它很窄 然后它没有像普通沙发的那种 就是很软很舒服的感觉 其实我坐这个沙发 我每天我真的很不舒服 它逼着我每天就是 不要休息了就去办公吧 真的吗 真的好可怕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你们形容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小小的角落 这个是一个男人沙发来的 但这个沙发 它也是非常的舒服 它不是那种可以塌下去的沙发 就是即便它是男人沙发 但你还是要就是很努力的坐着 对 这边有一幅小的画 然后这个是IKEA的一个小小的推车 我很喜欢 我当初买这个小推车的时候 我是想放一些什么零食啊 还有酒啊什么之类的 最后 as you can see 它就变成了一个放杂物的地方 全是我的杂物 比如说这个很可爱的温度计 它是发烧了就可以测一测 然后这个 这个是我当时从多大毕业以后呢 又回去当了一段时间的那个mentor 辅导员嘛 就是辅导一些新的学生吧 然后给我发了一个小小的会章 很小 然后又不想扔 但又不知道摆在哪里 所以就放在这里 然后这边就更乱了 这个是我的一个墨镜 然后这个 这个非常违和 不得的卡通图案的包呢 装的是我的一些相机的设备 这个包是我妈买过的 因为她觉得我实在是太乱了 我现在在用一个相机拍视频 然后这是一个我喜欢用来拍照的相机 FUJI XTE30 对之前做过一期视频 然后这个是平常的那个小相机 就是拍Vlog 如果出去玩的话会用这个相机 哇哦怎么突然做起来相机分享 不错了 又要开始用一个非常妖绕的姿势来解说 然后客厅里面最后一个物品 就是这个灯 这个灯是Philip这个牌子 小小的一支 但是还挺有用的 它是可以电子调节它的颜色的 请开始我的表演 这个房间的采光特别的好 因为你们看到它有两扇很大的玻璃 然后如果平常把两边的窗帘全部都拉起来的话 整个房子就会非常非常的热 有的时候想要臭美的话就来到这个房间 拍一点自拍 但是都没有这么拍 不过就是有一点点这种法国的感觉是不是 因为这面镜子是我在Zaru Home买的 好像也没有很贵吧 好像是200出头还是100出头 对是我觉得可以承受的范围 梳妆台 平常如果要化妆的话呢 会搬一个客厅的椅子过来 对这边就是一点点 为数不多的化妆品嘛 也没有很多 有一个iPad 平常可以在这看看电视什么的 这个小架子应该是在Wayfair买的 我觉得它挺好看的 这边放了一小树这个假花 我给你看一下我这两株要死不活的植物 天哪我真的是当初怀揣着一颗 就是非常激动的心 把这两颗植物带回来家来 但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不太擅长 然后这个桂贝竹朋友们 天哪 虽然要死不活 但是每天看着这两颗植物还是挺开心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绝对绝对不会养任何的动物 就是不要就霍活人家 OK OK这是我的卧室 我呢是一个没有床的人 因为我觉得装床实在是太麻烦了 所以我就只买了一个床垫 就床垫之前的视频跟大家分享过是 Sleep Country Canada We're the best mattresses are Sleep Country 非常的软 表演一个 这个是我前段时间逃回来的一个床头柜 它是那种有点盆桃的设计 我之前也在网上看了很多 我都觉得还是挺贵的 我不想花太多的钱去买我这个家里的家具 然后这个是在一家叫做VDAV的家具店买的 我很喜欢 对 然后这里面放了一个退黑素 睡不着觉的话就吞一颗 这个是一个喷雾了 就是睡不着觉的时候也是可以在枕楼上喷一盆 就是可以住眠 对 我感觉我之前睡眠还是挺有问题的 经常晚上可能两点钟睡着 早上五点钟就又会醒了 对 但是最近好像好一些 就是把自己累死就不会那么睡不着掉了 然后这边有一个给手机充电的东西 它也可以当做一个小台灯来使用 稍微的轻碰一下 它有两档 对晚上睡觉前就是还想玩一会儿手机啊 就开一下这个小灯 OK 然后这边呢就是我的一个衣橱 但是现在很乱 我就不打开了 但是我有一个神器想跟大家分享 因为像多伦多啊 北美的很多卧室 它是没有灯的嘛 然后衣柜的话 晚上你找衣服就会很黑 怎么办呢 我就在淘宝上面买了一个小小的灯 它可以粘在这个衣橱里面 就稍微点一下 这样晚上睡觉的时候呢 就不会因为衣柜太黑 看不到衣服了 然后这个小柜子呢 也是在亚马逊逃的 因为衣柜的东西不够装嘛 然后这里面就是会放一些什么裤子啊 各种可以折起来的衣服 我的天哪 这个是小朋友Nancy 那天翻东西突然找出来的 这个是我之前的一个奖杯 参加大学的一个商业竞赛 拿了第一名哦 2016年的时候 还是有点骄傲的 那个时候发了1200加币的奖金 yes OK 然后这边有个小小的灯 是我之前从我旧家搬过来的 对很可爱 也是有点那种氛围感吧 在那个Crit and Farrell买的 然后上面还有一个大灯 这个大灯在亚马逊买的 还挺划算的 好像也是就100加币出头吧 简简单单的 也很好安装 我自己是觉得这个卧室真的是非常简单的 没有太多有的没的 然后我也不想要把我的家弄得太复杂 而且我觉得买东西 就是我个人消费观 我都是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买 我不会因为哦什么东西它很网红啊 别人有我就一定要有就是 我还是得根据自己的喜好 还有根据自己的钱包来进行考量 对 然后这个是我卧室里面的最后一个东西 它是一个乱七八糟的衣服的一个地方 有的时候换下来衣服 不想挂上去就往这边塞就对了 你们要看一眼吗 很满 然后地上还有一个地毯 非常非常的柔软 然后和整体的这个房间的色调也挺大的 对 OK 然后这个是我的洗手间 洗手间其实没有很大 它这边是一个浴缸 然后有一个浴点就不多做介绍了 然后这边 其实我挺喜欢这个洗手间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的储物空间很多 你们看这边打开来 里面可以装的满满的 洗手台上其实没有放太多的东西 这个还挺好用的 这个是可以挤牙膏的一个东西 然后这边就是塞了一些 平常会用到的化妆棉 OK 那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希望大家看得开心 如果有任何问题或者是想法的话 也欢迎留言告诉我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